Hello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3月14号 星期一 我和IC两个人 终于出来了 放出来了 然后我现在的心情就是 看到马路上的人和车 我就觉得好兴奋 好开心 然后我满脑子都是在想 我要吃点什么东西 我要买点什么饮料喝 脑子里有很多东西 邓哥 你呢 没见识 我出来过两次了 我无所谓 然后要说一下 我们现在要去干嘛 我们现在要去来医院 然后给IC做复查 他要再做一个鼻咽的核酸检测 因为他要返校的话 必须要拿到检测阴性报告 和医院医生的一个证明 说明他那个新冠已经好了 才能回到学校去 希望一切顺利 我觉得应该检测不到病毒了 好 看清迈 买医院 进去先把车子停好 你们先上车吧 大家看看医院 现在我们在等翻译 他们去帮我找翻译了 看这里还有水 就是自己渴了 什么的可以自己拿 这个是什么 热水 现在医院不让坐 医院的要求是 从你报告出来那一天 出报告那天 往后推10天 才可以再做第二次 爱记呢 好 最后也 所以他还要在家里再上一周的网课 我更想要去学校 你也想去学校对不对 谁不想去学校 哪有 我还是很想念你的好吗 大家看看东哥走路的姿势 都透着一股的无力 哇 兰州拉面 看到没 好想吃 招聘拉面学徒 是 你的意思是我去还是你去 这个车开的慢一些 让我们多感受一下这个城区的气息 这是卖小红的吗 一件清新 这家电胶 哎 我突然觉得有好多东西想吃 麻辣火锅 哎 麻辣火锅哇塞 哇 突然觉得好馋 给大家看看哦 前面戴粉色头盔的那个是个警察 哇 他穿着警服吗 对 戴了一个粉色的头盔 好了 我们现在 回去了准备 怎么来的 怎么走 我本来满怀期待的 明天以为明天S可以去学校了 现在 要在家里待一个星期 用了10号再过来做 做副检 没有 不是10号是礼拜日啊 啊 星期天 星期天 20号 20号 呃 医院说 到时候过来做个ATK 但是学校要求是PCR PCR 对 但是医院说没必要做PCR的 对 按照医生说 这些时间过了 肯定就好了 到时候再跟学校沟通一下吧 对 肯定是要跟学校沟通 因为做PCR 因为做鼻咽式的 小孩子太痛苦了 好了 我们现在要回去了 邓哥 你车开的慢一点 那我现在就停在这里 然后我们看好日落再回家 可以 可以车 我们车也可以吧 开着车兜移动 这个挺好 好了 今天视频就录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 拜拜